我們主要的營業項目是在販售一些手工具或者是零件工具 那還有農業資材和水電材料 那我們供應給全台灣所有的五金行、五金賣場 甚至於農業資材行 那我們一天大概要除的品項數大概會有超過5000樣的品項 我們自己有車隊然後要送一千多間的客人 手臂放的區域它其實條件很嚴苛 它其實被放在頂樓 以往我們南部這邊幾乎都是鋼垢或者是鐵皮、五甲蓋 在樓上其實非常的炎熱 所以我們就在樓上擺了機器手臂和擺了HV 這兩個東西它剛好都不怕熱、不怕冷 那它可以在這麼嚴苛的環境下工作 原本必須要人在那邊做緊貨 那它現在變成說這個人可以隨時去做調配 它一下子可以到樓下去做支援 然後到別的地方去做支援 一段時間等機器手臂發出完成的訊號 它才上去樓上去處理那些包裝 以往人力上必須要有一個人撿貨 然後再一個包裝 然後甚至於還要再做一些貨的動作 那現在這兩個人其實已經不在了 它現在剩下一隻手臂在那邊一直夾 夾到它發送一個完成的訊號以後 我們才去做包裝的動作 所以這中間這個人其實有點不見 不需要 導入了手臂以後它其實讓整個正確性也提高了 那時間上它甚至於可以在夜晚的時候 我們在下班時間沒有人的時候 它都可以一直在運行 所以它也加快了我們整天的出貨時間 在長程這邊收到客戶的訂單後 它會通知AGB去把客戶需要的貨架 給移動到播種區 那到了播種區之後 我們會配合機械手臂上的3D相機 去辨識弓箭的位置 那再搭配我們事先訓練好的AI模型 去辨識說弓箭的抓取點在哪裡 那最後再用機械手臂去抓取弓箭 然後把弓箭移動到播種區 那當客戶的所有訂單都播種完之後 我們會再通知長程的員工來進行打包的部分 五金為什麼會很難導入 是因為它的元件非常多 它大小對手臂來說難易度非常大 那達明這次在機械手臂上配了視覺 可以讓機械人長一個眼睛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在訓練上 達明的團隊就可以幫助大家去解決這些問題